影剧学院的焦点 这是艺人刘根宏 2010年才把在大陆经营六年的 这个潮流服饰店给收了起来 他第一次学习当老板 惨赔两千万 因为没有所有金流观念 导致资金周转不灵 对于经营管理本来就是门外汉的他 不过对于这一次的失败经验 他说他不怕 反而认为是一次非常好的学习机会 难得现身刘根宏 以一起白色西装帅系参加品牌活动 现在亮丽的外表很难想象 他才刚在投资事业上 重重跌了一跤 刘根宏凭着一股热忱 带着老婆王婉菲到大陆去闯 做起潮流服饰品牌 王婉菲负责设计 刘根宏则负责经营管理 但是生意却没有想象中好做 同时在内地开了将近十家的店 那到最后有关于管理的部分的问题 跟所谓我们在百货公司的周转现金的不灵 所以让我们最后决定收起来 孔有理想在经营管理上却是门外汉 忽略服饰业必须预先做好两季的衣服 加上账款要压到好几个月后才收得到 庞大资金周转不灵 就是失败主因 只要不怕失败你就是成功了 所以我至少学到一个就是不要怕失败 我们在台湾现在有餐厅 甚至可能有品牌服饰 或有其他的有关于 可能我会做一些有关演绎的娱乐公司 我想这些的部分对我来讲都是 以前做事业这些一个累积 经过考验之后 刘根宏不但不惧怕 反而多方面投资 打算用过往的失败经验再次奋起 中文新闻张返对邻台北采访不到